今天要和大家示範的是Lightroom中的HDR功能 为特显这个功能的强劲 今次我的示范是用手机的相片做示范的 首先看看我们现在画面中的相片 这个景是我去年年尾去瑞士旅行时拍的 在一个叫百恩的地方 是瑞士的首都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瑞士的首都并不是苏黎世 瑞士的首都是百恩 我当天一个人在街上走一走 我去旅行其实不是很喜欢拿大机 除非是工作 如果不是我基本上都是用RX100 甚至乎手机更新就算了 尤其是自从我买了LG G4之后 注意不是卖广告 但LG G4的影响功能是比较圆秘 而且画质比较好的 当时我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景 好像画面所示 我站在一条桥上面 下面是一条河 两边有一些很童话般的屋子 下面有一些舞蹈一直在吹 我去那时是去年年尾的12月 大概是圣诞左右 那段时间是除了 太阳直射的时间之外 基本上朝早和晚上 或者近黄昏的时间 都是很大霧的 这个风景 如果你在现场看到的 一定会忍不住 要去拍摄的 那我当时在桥上面留下了 我想半个小时以上 是不停地用电话去拍照 直至拍到没记忆为止 但是有个问题就出现了 我们现在看看画面上的照片 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个日落在旁边 如果我们用电话的话 一般用手机拍照 最大的问题就是 宽容度比较低 就是我们俗称叫做比较容易爆 尤其是一些比较光的位置 在这张照片大家会看到 就是 当我前景会看到有东西的时候 即是看到景物的时候 上面日落的位置 其实都已经非常明显地过曝了 在这些情况我们怎么解决呢 如果你在拍摄人的 就真的没办法了 但是如果你拍摄风景的话 就可以用一个我们叫HDR的功能 去做一些后期的一些修补 如果我们选择去就天 不过曝的话 前面的风景我们也看不到 只能够二选其一 但是有了HDR的功能之后 我们就可以两边都可以齐了 接下来示范一下 我在电话里面 我现在用LG G4 去示范一下 究竟是怎样去拍摄这件事 首先 其实不只是G4有这个功能 基本上 我们大部分的高阶的相机都会有的 我用过的 比如说Samsung HTC 都会有这个功能的 我们看看这个手机的画面 OK 有一个手动的功能 其他相机都有了 LG的手动功能会比较再完美一点 我可以教到这个 Wide Balance 收音对焦 加烟 EV 甚至乎 ISO 和快门 光圈是不能教的 因为我手机的镜头 基本上光圈都是肯定的 是不可以去做调教的 但是一个很简单的情况 我们当拍摄这一类型相片的时候 现在其实大家 看到我画面里面的相片 基本上都是JPEG 不是RAW 所以大家基本上电话 就算拍到RAW 拍不到RAW 都可以做到的 有一个加减EV的功能 其实最简单 我们就 剪五张照片 一张就是正常 零 我们可以剪到一张 一张是减1个EV 再剪减2个EV 接着再剪两张是加1EV 和加2EV 这五张照片里面 我们就可以齐了 这个面前的环境 无论是明暗的资讯 都齐了 光位和暗位的资讯 我们都齐了 出来的结果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看到的 这五张照片 接着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选取 这五张照片 然后我们右击 然后在Photo Merge 我们会看到一个HDR的选项 我们按下去 要先等一会 视乎这部电脑有多快 大概是 十几秒的时间 再说一次 我现在用来示范这部电脑 是一部12层的MacBook 会比较 相对慢一点 有少的 完成了 我们看看现在右手边 可以选取你的选项 首先第一项 叫做Auto Align 我拍这五张照片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带脚架去旅行 基本上都是用手持的方法去拍摄 所以每张照片的位置有少少出入 如果拍摄了这个 它会和你自动去 修正 去对齐 这个是一个自动对齐功能 Auto Tone 其实你不拍摄都没什么所谓 如果你不拍摄的话 它自动合成了这五张照片之后 就会看到大家 面前的一个画面 但如果你键了Auto Tone 它就会做一些自动的调节 这些之后 其实我们都可以在Libraming 做到的 是不需要 现在去拍摄的 这些 随意 右手边这个Deghost Amount 是什么 如果你在拍摄的 例如是城市的景 你前面可能会有人走来走去 或者会有一些猫猫狗狗 或者是车 如果你的物件会移动的话 用了这个功能 它会自动将这些 五张照片里不同的地方 可能刚刚第一两张有人走过 之后那三张是没有的 它就会自动去修正 移除了这个人 由于今次我们是拍摄风景照 基本上 都不会怎么移动 我暂时 这一张照片就不开这个功能 我们现在 选择好我们的选项之后 我就 点击一个 Merge 然后又是 等一会 但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已经 事先是 Merge了一张 大家其实看到左上角 它是 很努力地去做一个 合成的动作 OK 为了这个速度 我先上伤它 先关掉 OK 合成了出来的相片 就是现在这张 主要是用一个 JPEG来做的 并不是用RAW OK 看见了 因为刚才 Kick了Auto Tone 它会做了一些 简单的调教 例如推光一些暗位 或者是将它 拉回来 我们先将所有东西 RESET OK RESET完之后 你会发觉 会多了一些白色的位置 这些就是它对齐了之后 多了出来的位置 正常来说它是会自用CROP 但由于我现在RESET了 它会出回来 这些不要紧 这些之后自己CROP 可以翻译一下 但基本上看到照片 我们的光的位置 已经是 没什么过步的迹象 再加上我们暗部也有些细节 我们之后只是需要的话 就是将这个 暗部 就是这个Shadow的部分 或者黑力的部分 再做一些调整 其他的调整其实是 视乎自己的 喜好 想怎么做 比如说Clarity 或者一些颜色的浓度 甚至乎 Wide Balance 如果想弱落 感觉强一点 可以再 推黄一点 这些其实是个人的 选择 OK 这张照片基本上 又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和之前的相片 是有很大的分别 之前的相片如果 如果 是需要看到了前后景的话 是会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 一是 光位的过步 一是暗位的全黑 我们现在对比一下 其实那个 效果是 非常之 令人 是 满意的 OK 这张照片我们现在做到这里 我再用另外一张照片示范 另外一张照片 这里 是 瑞士的苏黎世 OK 我去完白银之后 跟着落去苏黎世 亦都是在我在街上 走街的时候 跟着 就看到一个这么美的景 又想拍照 但亦都 衍生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 太阳在这边 造成了一个过步的现象 这张照 亦都是一张 JPEG 回到家 是没得够的 OK 亦都是手机上 是一个 宽容度方面的表现 相当之差 就算你的手机多漂亮也好 都会遇到 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呢 亦是用HDR 看看我们是拍了五张 相片的 包括 由最 暗开始拍 OK 你会看到天堂这个位置 没有过步 但是 前面的前景 全都黑了 变得好像 晚上 我们逐渐把曝光提高 拍五张相片 OK 到现在最后最光的那张 天堂基本上就是完全过步 但是前景我们会看到有景物 OK 我们现在又再一次 去用HDR的功能 看看会有什么 神奇的效果 OK 作为一个摄影师 好不容易我们去旅行 基本上有一个大机 一定要拍一些很漂亮的相片 其实 不是 我自己 不是这样做的 看看似乎是什么地方 你以为 去冰岛 去南极 我可能会拿大机 因为那些地方 例如冰岛 可以自己开车的负担 比较少 OK 我现在看看结果 我是 按了Auto Tone 现在做了一些简单的调节 大家其实很明显会看到 一个前景和一个 明暗方面的问题 基本上都帮你解决了大部分 我们天空不过步的时间 我们前景也都不会七刻一片 解决了这个 contrast太高的问题 即是现场的光差太大的问题 也都 某程度上解决了我们手机宽容度不足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 去看看 之后出来的效果是如何 去看看 按了Mesh之后 你会看到左上角 会有一条BAR 他就在 很努力着 在製作一张HDR的照片 大概 十几二十秒 去等 这个时间又出了 很多人以为我们 做摄影师的旅行 会 拿大机 一定拿大机拍照 但是我自己 就比较 喜欢 去享受 那个地方 是 比较多 去拿大机拍照 那么它Mesh了之后 其实 讲多一点点 它Mesh了这张照片之后 基本上它会做了一张 叫做DNG的照片 即副档品已经不在JPG 那会是一张DNG的照片 DNG是什么呢 DNG是Ubdobe自家的RAW方式 它亦都做到RAW所有的功能 那你 一些 譬如说除了我们 Nikon Canon 有自己RAW的方式之外 还有Sony 其余 譬如说我们 这些电话 等等 原本不是做开 相机工业的厂商 基本上都会选择用DNG的方式 所以现在大部分手机 你拍到RAW 基本上都会 save us 这个DNG方式 包括我们 之后或者会再讲一个 Panorama 一个全景相和HDR 基本上都会选择DNG的方式 我们现在看回这张照片 大家看到的画面基本上你都不用怎样调校 都是 相当之满意的 我们 光的位置 比较亮的位置 不会过曝 我们暗的位置 亦都不会一片全黑 基本上这张照片 如果再做一些自己个人化的调校 好了 基本上已经可以放上Facebook ARKLINE 今天的示范 就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和like我的page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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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